尽管天色已经暗了 两台怪手还在一前一后赶工 要将堆积在路面的土石 全都给清理干净 工人们互相不断来回确认 台八线中横变道 丝毫因为山壁大面积崩落 最棘手的还有眼前这一颗巨无霸 落石直接挡住道路 工人透过破碎机 试图要将石头给解体 不过工程相当耗大 因为岩石质地相当坚硬 必须靠特殊工法才能破除 这一次它因为变质杀盐 它的硬度非常的高 那如果我们采一般传统 用挖土机挂破碎机 从外面去打除的话 那其实会非常的缓慢 它只能一次成打一点点 所以我们这一次采用的是裂解工法 这颗巨石滚落在中横变道的3.9公里 处大约有三层楼高 重量超过千吨 要将石头肢解 工人用气洞锤沿着石头 结里面凿一公尺的洞 将凿子打入洞内 后续用破碎机进行裂解后 利用小山猫浆碎石清除 原本550立方公尺的落实 经过公务段不眠不休的抢修力 用这个裂解工法 短短6天就将落实清除 公务人员出动小山猫 将最大块的破碎岩石 推下山成功清除 台中谷关公务段持续派工加班 终于在9号下午4点半 恢复人车通行解除路段危机 这些新闻中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